透过屏东县政府提供的成果影片 可以看到县内16家公庙 在屏县府112年宗教团体友善空间设施补助计划之下 大幅改善了寺庙内的厕所地板 马桶 洗手台及无障碍扶手或坡道 在完工后让高龄长辈或身心障碍的民众 进出寺庙更方便了 这个屏厨好像50年 没有人家去炒白了 但是这个我们集团长来推进这个政策 对我们大县有很好的空间 让这里优先去 来到这里 我们这里比较不逢 走到大家看得很轻松 买雨 不能空空闲闲闲 因为很轻易 它又改善的时候 它又被动是厕所是小小间 就是老瑜伽 還是老瑜伽 老瑜伽 又幫你進去 像我們進去的話 也是要轉身 老瑜伽 轉身 老瑜伽 進去 很方便 他都要進去 我們就輕輕地幫他扶起來 又有那個扶手 很安全 做得很好 做得很安全 僅老瑜伽也好 孕婦也好 還有男生也好 那是他可以給他這個方便 但是他只要跌倒在那裡 宗教信仰是民眾洗涤心靈 安定的衣龜 部分年齡族群經常將宗教地點 當成寄養心靈 以及林立居民休閒 情感交流的場所 縣內的宗教建築物 多有門檻 階梯 導致長輩行動不便 或推著嬰兒車的民眾 進出十分不便 廁所部分也因為地板不平 馬桶缺乏無障礙扶手等問題 造成民眾困擾 因此平縣府推動 112年宗教團體友善空間設施補助計畫 期盼協助宗教團體打造友善空間設施 那因為長輩通常信仰中心不是廟宇就是教會 那為了讓這些那個身體比較不便的長輩 可以去做那個宗教的那個參拜或者是禱告的話 其實縣府在這一塊是還滿用心的 教會也是一樣也是在宗教團體的補助範圍之內 教會也可以來申請 這都沒問題 希望這個媒體推播之後 會有更多宮廟來響應這個無障礙的空間 以及那個無障礙的設施這樣子 田縣府表示鄉下地方宮廟多位年長者聚會場所 可能礙於經費預算 無法進行空間改善問題 如今經由縣府補助經費 改善舊友設施 照顧行動不便族群 營造健康無礙友善環境 讓年長者及身心障礙人士更方便接近宗教場所 而為優化縣內宗教團體友善空間 憑縣府將持續推動113年 宗教團體友善空間設施補助計劃 相關辦法將於113年5月17號 公告於民政處網站 有需求團體可提進化辦理申請 記者詩欣婷 劉建榮採訪報導